你这两天有没有发现咱们那个酒店里还有苹果 都被我给吃了 ok 那个上一期节目呢 我拍的是关于那个爱马仕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可能会让部分关机引起不适 因为这个牌子确实是 我觉得算是包包里的顶尖品牌 我不太懂包包算不算顶尖的 算的 算顶尖 已经顶尖了 顶尖就是爱马仕了 没有更规则 ok 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 首先第一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土豪这一点 我要澄清啊 我要澄清正能量一点 就他们土豪这一点 虽然我觉得土豪首先低一点 他得土 我们团队同事的学历都不低吧 你说是不是 都是至少全球前一百 保底前一百的都是研究生以上的 所以虽然他们是懂的 有知识 而且是懂包包 不是说看到喜欢就买 其实大家也是佛系购买 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 就是比如说上期节目出现在画面里的 那三个 KK Simon Spencer 三个都是大有来头 是吧 KK呢 男生啊 他今年差不多三个月做了我去年一整年的业绩 大家都知道我很牛逼 对不对 哈哈哈 他他跟我牛逼 然后另一个女生 Spencer呢 英国保诚差不多一百七十年来啊 之前大公司里 最年轻的区域总监 就是上次 大家看到的那位 啊 所以他不是一般人来的 然后再一个的话 就大家经常见到 Simon 其实是我上级的上级 不是我同事 其实级别比我高很多 只是我们团队氛围就是这样 就是年轻人 然后大家就比较扁平化 然后其实也不太分说 嗯 级别啊什么的 就大家 我觉得这个团队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这个 他们的收入和能力 是完全消费得起这样的品牌的 然后所以呢 我也希望大家就平常心对待 就是类似以后 节目里如果也出现这样的东西 大家能平常心对待 因为其实他们生活中也是非常的低调 所以还戴墨镜了 是不是 哈哈 跟我一样低调 然后就大家生活中其实还还是很低调 就大家要学的呢 就是就是在你自己喜欢的领域做到顶尖吧 你像现在帮我举相机的这个 香港科技大学 科大在亚洲现在排前几啊 前十吧 这么谦虚吗 嗯 香港科技大学绝对不止前十 就有些排名都能排到第一 对 也是在帮我举相机 对不对 对对 所以跟 一定要跟优秀的人在一起玩是吧 这样的话你才能变得更优秀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要好好学习的原因 对不对 OK OK 请继续到你最接近的桌子 吓死我了 继续到你直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全部的工作人员 准备到整个部门 请继续到整个部门 吓死我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太热了 什么DV 什么班 身边捡到一个小姐姐 今天我就陪小姐姐逛了 好的 这个跟我的学一样 我问她多少钱 猜一下多少钱 呃 你买多少钱 现在正价可能要三千多吧 三四千 我觉得她这边马币应该很便宜吧 我不问这个 因为我穿这个 我问一下这个好了 这个 这个280 280 有五个颜色 五个颜色 一比一的 哦 这个也是哦 对对对 280很便宜 280是马币 280 哇 马来西亚没有酸明金 哦 280 这个呢 都是280吗 这个也是280 哦 都是280 一口这样 但是不是全部280 哦 这个全 这个 比较贵 300 个夜光的350 热热光的350 我现在也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地方 就这里卫生间包括洗澡间 全部都是要光着脚赤脚在里面走动的 有没有觉得我特别像那么回事 像大师准备骗钱的那种 专门骗那个上纵的那些 哇 你们这的好严实啊 就剩个V脸了 还好它这个是能够把脸哭出一个V字形的 对 不用转型了 要不然这个大脸肚出来 马上瘦脸 立马瘦脸模式 这个建筑好气派啊 感觉这边特别适合拍照 哇 好享受啊 好安静啊 好宽阔啊这里 一片净土来的感觉 刚刚听那个师傅给我们交了一下我们怎么祷告 然后他们这边的一些习俗比如说关于男女方面关于着装方面 其实还是收获蛮大的 然后这边也没有什么游客很安静 所以的话 哇 太美了 太美了 好像下开了雨然后来到了第二个 哇 好高呀 大家好像看不到 第二个教堂 外面这个雨实在是太大了 太大了这个雨 然后现在光线也不太好 所以就没法拍照 好像刚刚昨天司机跟我说马来西亚基本上每天都会下雨 对 而且我觉得下完雨之后也不会很凉快 里面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好 准备 准备 吴大哥那个盆子 哎 进来 进来 快一起吃雪糕 一起吃雪糕 我这时候疼 我在 没有人摁你 没有 我在录视频 我的队友副总好像崩了 你是怎么了中暑了是吧 我应该是中暑了 昨天那个教堂你觉得怎么样 我其实第一个教堂印象蛮深的 来 我拿着 在蓝色青城寺里面那个 应该叫阿宏是吧 那个类似神父的一个角色 他全程陪着我们 带我们去参观整个 那个青城寺 然后中间在我们有空了拍完照之后 给我们做了很多一些科普讲解 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跟我们之前想象中的穆斯林 不太一样 是一个很和善 非常非常的和平平和的一个宗教吧 中间也提到几点就是 第一是他们会给身边的邻居上什么 去派一些不同的派一些那个古兰经的圣经 另外一点就是在教堂里边 像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 我们会穿那个蓝色大褂 以及说下一个教堂穿红色的大褂 我全身心的去投入到祷告里面去了 这一点 我是跟我以前想象中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还是蛮有触动的 对了 那个马来西亚 看玩鞋的人都知道 马来西亚有一个YouTuber叫小屁孩 对吧 然后明天呢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下一集明天我会去小屁孩的工作室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会完成一集节目 应该会很不错 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 上一次见他还是在台湾 所以期待一下